关于字体的问题一路来都是我Q&A最热门的问题 从开始到现在还是有人问 为什么我的PR安装不到字体 为什么字体会出现格子 为什么安装了却找不到那个字体 今天介绍你们一个字体管理工具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啦 下载链接当然也会留在说明文下面啦 好 这个字体工具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这里就是你电脑已经安装好的字体 我们先来好好整理一下电脑的字体先 这里打上几个字可以预览字体的效果 最好是简体 繁体 英文大小写 数字都一起写上 这样才能彻底的一目了然 什么字体可以用 什么字体不能用 还有比较相似的多余的字体 也可以直接在这里卸载 方便啦 OK 我们来注意一下 你们的问题也可以在这里看到答案 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我写简体 它变成繁体 我写繁体 反而它没有效果 所以先搞清楚它的属性 可以理解吗 如果你下载的字体是属于 简体转繁体 那么你输入繁体字 它可能会出现错误 没效果 乱码 挂格子 现在呢 我来大概整理一下 把比较不想用到的字体卸载 按右键 按install就可以了 好了 大扫除完毕 然后第二步就是安装字体了 同时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请到网络浏览器 打上effectstore.com 登录 你就会看到 没错 这就是我的网站 右边可以更换语文 下面这里填上您的email 订阅关注 以后我有什么更新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好 今天不介绍网站 因为还有很多地方还在更新中 所以有空再进来看看 你们可以先来这个字体下载 已经帮你们分类好了 而且还非常细心的 简体转繁体 繁体转简体 繁简两用字体 都分好了 我们直接进来看这个两用的吧 里面也还有一些分类 什么是卡通字体呢 进来看一下咯 下面就是一部分的字体样式 真的还蛮卡通效哦 如果要下载 就按这个红字 但是呢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字体 点上面的字 可以返回去之前 我们再选这一个看看 下载 这里就是我的字体安装文件了 按右键可以单一下载一个字体 但是呢 我是建议你们按上面这个比较好 因为它可以直接把全部字体一起下载 不用反 下载完了 就回来这个字体管理器 这里按右键 add folder 把刚才下载的字体导入进来看 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这里是刚下载还没安装的 这里面是你电脑的字体 已经安装好的 看到喜欢的字体 按右键 install 字体就会装上去你电脑了 PR软体就会出现这个字体了 可是 为什么有些人还是不能成功 这又是你们的第二个日文问题啊 其实呢 有可能只是个小误会 名字问题 这是我们最先看到的名字 安装了之后 它可能会变成这个名字 更奇怪的是 它在不同的软体也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名字 天啊 这个我研究了很久啊 我来验证一下 把这个字体导进来看看 按右键 观察它的属性 这是我们一般表面所见到的文件名字 这是我们安装好之后 在软体上会出现的字体名 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字体 很可能它有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这样 它会在不同的软体出现不同的名字 所以你会来问我 为什么其他软体成功装到了 PR装不到 不是装不到 它只是在PR变成了另外一个名字 这还不是最奇葩的 还有更奇怪的 我安装了这个字体之后 其他软体都有了 而且它没有第二个名字了 PR确实找不到这个字体 最后我终于发现了 没错 它的确没有名字 就是它 为了帮你们解答这个问题 我是多么的用心去寻找答案啊 如果有帮助到你 给我一个赞 分享视频 订阅频道 我们下集见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教学影片 如果有什么问题想问 或是有什么简洁特效想学 欢迎大家留言发问 我会的一定和大家分享 我不会的就给我一点时间 等我学会了 再回来教你们 虽然我并不是一名专业的简洁师 但是看我的影片保证你可以学到东西 如果想要继续跟着我的教学制作影片 建议先看完我之前的五个基本功教程 因为我接下来的课程会越来越好玩 视频下面的说明文就有五个基本课程的连接 如果想要和我一样利用YouTube赚取额外的收入 可以点击这个连接 了解详情 想要继续得到我的免费教学课程 请在这里按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以后我有更新影片 你就会第一时间得到通知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